大家好我是国际智慧学会的讲师我叫做琥珀 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谈一谈天赋星 那习惯呢透过呢短短的影片呢 可以分享大家比较明确的方向 然后轻松简单容易上手的方式 不要有太多负担 就可以好好地掌握天赋星这颗星药 那我们讲过啊理解每颗星药 其实非常重要去理解它的阴阳五行 还有呢它化气为什么 特别是化气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呢 其实是理解一颗星药核心价值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天赋星呢 它的阴阳五行呢属于阳土 沉稳干硬的土 接着我们要谈志观中药的化气 那化气呢代表一颗星药它的核心价值 天赋星呢化气维权 它核心价值呢 是掌控掌握实质的拥有 天赋星是地心跟紫微星一样呢 也是有那种上位者的风范啊 有品味的特质 那跟紫微星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呢 那如果我们要赋予天赋星一个人物形象 让大家好去掌握这个形象 它其实是王爷 那王爷呢 跟皇帝有什么样不一样 它其实基本上呢 他们受到的都是这种帝皇之家的教育 但是呢 因为身份的细节不一样 很多时候要去顾虑更多的细节 这也会导致啊 天赋星实际上最在意的是 它实际上能够握在手上的是什么 那因为呢 重视实权 所以个性上面呢 也会比紫微星务实一点 然后再来呢 对于团队的依赖感也没有紫微星那么样子的高 那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天赋星不会贸然的语言撕破了 因为他不知道未来 还会不会用到这样子的一个人 而且呢 他现在也不知道这个人对他 会不会有伤害 或者说他承受得起 承受不起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就不会贸然的去跟人家撕破脸 没有错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天赋星的臣服会比较深 也是来自于这样子的一个特质 那除了地性之外 天赋星其实也是 紫微斗书里面啊 明定的彩星之一 然后同时呢 也是浮星之一 紫微斗书里面的浮星啊 明定的浮星啊 其实他对于杀祭 都有一套自己的应对方法 天赋星运从维获的特性啊 可以把生活啊 周遭的压力啊 以及影响 在运线上面通常指的就是杀祭 把他转化为可以督促自己前进的力量 只是要注意的是 惯常如此形式的人 把周围的环境当成是助力的人 有时候会 因为已经习惯了 他会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在走钢索 然后呢 周围的环境的这种压力啊 有时候是一种提醒的人 你也提醒你要注意什么 然后他的感受力也会变得比较低 特别啊 因为 天赋星的特质 他的内心啊 对于自己的目标 对于自己想要达成的事情啊 他会有很强大很坚持的这个力量存在 所以啊 还是要注意啊 虽然啊 这个杀 或是祭啊 就是周围的这种环境啊 对于他造成的压力啊 影响啊 或是刺激他 更想要达成他目标 这个特质啊 对于天赋星是有利的 可是呢 还是要注意这个杀祭的特质 还是不能够太多 那指挥头数里面呢 我们讲过啊 天赋星也是其中一颗财星 那指挥头数里面的财星啊 每一颗啊 对于取财的特质啊 都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化气维权的天赋星 主要是靠运从帷幄 详细的规划执行而得财 那如果有可能的话 会希望自己有一方领域呢 可以自己印制钞票 就是可以持续的生财的 这样的一个特质 存在在天赋星想要的 那跟每一颗财星的特质都一样 这种财星的特质 我们还是希望呢 有那种增幅增加的星要 特别是露存这样的星要 跟他同工 那或者是说呢 同工有其他的星要 可以化入跟天赋放在一起 那当然呢 这样的特质啊 如果能够进入到命工 或是财工那更好 那才会去主张 就是有钱财的增加 或是利润的生成 接着我们看一下 这样的特质啊 天赋星这样的特质啊 放弃十二宫 会有什么样子的诠释 大家也可以拿出自己的名牌 来核对一下 看看啊 跟自己的个性啊 或是跟自己的遭遇啊 有没有重叠的地方 命工啊 我们主张一个人的个性啊 形式作风啊 还有整个人的特质 整体的特质 当化气维权的天赋星 进入到你的命工 你会希望你的人生 都要找着你的规划走 很坚决 然后执行遗憾 和假 兄弟功呢 他谈的是你父母的感情 与妈妈的关系 与同性别所足的关系 当化气维权的天赋星 进入到你的兄弟功 妈妈或是你同性别的所足啊 在你眼中 你会觉得 他霸气 强势 特色误实 那夫妻功呢 夫妻功我们谈的是 感情的态度 价值观 以及状态 那当化气维权的天赋星 进入到你的夫妻功的时候呢 你会希望你的伴侣啊 能力好啊 体面啊 那可是呢 反事都还是要照着你意思去做 那子女功呢 谈的是你教养孩子的态度 价值观 然后呢 你的新生活 还有你的财库 那基本上呢 你会希望呢 你教养你的孩子呢 是有成就的 教养的方式 也会比较务实 然后你很愿意去投资你的孩子 那财博功我们谈的是 理财的态度 价值观 以及状态 当化气维权的天赋星 进入到 你的财博功呢 你会希望呢 钱财啊 理财啊 花钱啊 各方面之类的事情啊 全部都要照着你的理事走 还有照着你的规划去做 那饥饿功呢 我们谈的是 使用身体的方式 你的体质 还有身体的状态 当化气维权的天赋星呢 进入到你的饥饿功呢 你要去注意富贵病 还有你的脾胃呢 相对是比较弱的 轻易功呢 谈论的是外人怎么看自己 还有呢 自己内心的想法 还有在外 出门在外的状态 当化气维权的天赋星 进入到你的轻易功 你在外呢 会希望呢 展现出自己能够掌控眼前 那如果是出门的话 来讲 形成规划这件事情 形成规划空 扑易功呢 扑易功谈的是 人际往来之间的态度 价值观 然后与朋友相处的关系 还有异性别手足 那如果是化气维权的天赋星 进入到了你的不义功呢 其实基本上 你会希望往来的朋友 都是有能力的 然后同时你也会在意啊 也会注意啊 这种人际关系之间 或朋友能不能为你带来帮助 关入功呢 关入功文坛呢 是生活的重心 对于生活重心的态度 价值观 还有呢 当前的状态 当化气维权的天赋星 进入到你的关入功呢 你会希望呢 一切都照着你的规划 不管是学业啊 或者是事业 都希望呢 自己可以争取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天赋宫呢 天赋宫我们谈的是 家事背景 与家人相处的态度 价值观以及状态 还有呢 你的居住环境 以及呢 财库 当化气维权的天赋星 进入到你的天赋宫呢 基本上呢 跟家人相处之间呢 难免会有紧张的状况存在 再来呢 你的居住环境呢 会希望呢 它是方正 务实 而且方便的 便利的 那 福德宫我们谈呢 是呢 精神灵魂的态度 价值观以及 你的爱才的方式 以及状态 当化气维权的天赋 进入到你的福德宫 其实基本上 你会有坚强的意志力 容易度过难关 可到了老年啊 你那么 是不是代表说 其实你不太懂得 怎么样子去享福 那其实会有一点辛苦 父母宫呢 谈的是呢 与父亲啊 长辈之间相处的态度 价值观以及状态 当化气维权的天赋 进入到你的父母宫 你眼中的爸爸 其实蛮霸气的 但是走务实派